标题,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入朝作战的原因,斯大林确实曾答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 早在7月2日,周恩来就向苏联大使提出,鉴于美国已经介入战争,毛泽东认为为了掩护汉城,应当同时在仁川地区建立强大的贫护队,因为美军陆战队可能在那里登陆。 周恩来还强调指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采取反对美军的志愿军行动。 为此,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沈阳地区集中了三个军,兵力为十二万人。 随后,周恩来问道,苏联空军能否从空中确保对这些兵力的掩护? 7月5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 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 未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转给中国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 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九个中国师。 如果你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取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兼机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 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 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7月22日,罗申转成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制斯大林的电报。 其中谈道,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兼机机师,我们已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安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 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乘航空兵旅各间级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级沈阳、安东、福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 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月或者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显然,有苏联提供空军掩护的保证,是毛泽东说服彭德怀挂帅出征的主要理由。 他派周恩来与斯大林面谈的主要目的,也是要让斯大林明确保证提供空军支援。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得到这个保证。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在挤要关头出而反而,突然改变了主意? 过去一些研究者推断。 10月8日,即美国军队越过三巴县的第二天, 麦克阿瑟派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 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看作是美国提出的警告,从而变得更加谨慎了。 俄国新档案所披露的苏联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及其所作所为证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自介入朝鲜战争后,美国的军用飞机在远东地区屡次侵入苏联领空。 苏联国家安全部边防部队管理总局局长斯塔哈诺夫中将10月4日的调查报告, 讲述了这个详细过程。 经再次核查,已经查明。 在苏联外交部诏书草案中指出的美国飞机破坏苏联编辑的事实确实存在, 除了今年8月27日的破坏之外。 此前,国家安全部向苏联外交部通报的关于破坏编辑的情况完全属实。 今年7月8日18点20分, 自白岭海峡方向, 在阿拉卡姆切勤群岛上方大约1000米高度, 出现两架美国尖机机。 它们飞过恰普林角上空, 消失在美国圣劳伦斯群岛的方向上。 18点50分, 自圣劳伦斯群岛的方向出现两架尖机机。 它们在300米的高空飞过普罗维吉尼海湾, 试计较并消失在楚克齐半岛上空的西北方向。 18点53分, 两架尖机机自圣劳伦斯群岛方向越过苏联的国界线, 消失在苏联阿纳德尔湾水域上空。 19点20分, 自阿纳德尔海湾方向, 在大约1000米高度上出现两架尖机机。 它们飞过阿钦角和施济角, 消失在圣劳伦斯群岛的方向。 边防前五、少索、 上等兵卡莫利科夫和上等兵鲁斯九洛夫 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了观察。 今年7月17日14点28分, 在西北方向1000米高度飞行的两架美国飞机, 侵入位于乌爱连镇的苏联边界线。 14点30分, 在杰润尼奥夫角以北十二海里的地方, 飞机坐了一个掉头, 消失在阿拉斯加方向。 边防前五在上等兵阿纳尼音的指挥下 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了观察。 今年7月20日15点29分, 自北海道群岛方向, 在500米高空飞行的两架美国飞机, 侵入苏联边界线之后, 出现在千岛群岛组成中的 苏联塔菲利耶夫群岛上方。 飞过波隆斯基和西科唐群岛上空后, 飞机掉头向西15点46分, 飞过南库叶岛村庄的上空, 然后沿着库纳西里群岛东南岸, 消失在北海道方向。 前哨部队军官古拉克, 中尉哥卢布, 驻守在千岛群岛的整个边防勤务部队。 边防舰队军人和空中观察哨 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了观察。 今年7月23日11点45分, 两架美国飞机在恰普林角地区 侵入苏联边界。 11点50分在100米高度上 飞过楚科奇角和普罗维吉尼海湾。 此后消失在阿纳德尔湾水域的上空。 12点的时候, 这些飞机掉头, 飞过普罗维吉尼海湾和楚科奇角上空, 消失在阿拉斯加方向。 哨所的军官科尔什上尉, 萨维切夫中尉和拉夫连级耶夫中尉, 上等兵刘明和科斯九身, 上市西伙夫财夫, 边防勤务哨所和空中观察哨, 都对飞机的飞行进行了观察。 今年8月1日17点14分, 两架美国经济机侵入苏联国际线, 在50米的高空出现在苏联的阿纳德尔湾水域的上方, 在世纪角和楚科奇角上空飞过。 飞机于17点25分出现在恰布林角上空500米的地方, 此后飞向圣劳伦斯群岛方向。 对飞机的飞行情况进行观察的有军官波罗达夫卡中小和切尔诺夫中小, 哨所军官斯科科夫, 中北拉夫连级耶夫, 上市波格兰斯基, 下市别里卡列夫和库吉尔瓦斯, 上等兵库里洛夫, 贝科夫, 库里层, 普六斯基和波波夫, 以及驻守在售罗维杰尼耶海湾地区的哨所全体人员。 今年8月4日14点, 自北海道群岛方向, 在1500米高空飞行的一架美国双马大的轰炸机, 在千岛群岛的阿努钦群岛地区飞行室, 出现在科伊马卡伊基奥海峡上方, 在飞过阿努钦, 尤里和泽里内伊群岛之后, 消失在东北方向。 对飞机飞行情况进行观察的人员有, 上尉古拉克、中尉斯莫连佐夫、 薄西亚科夫和驻守在阿努钦, 尤里和泽里内伊群岛地区的边防哨所全体人员, 以及边防舰队官兵和当地的居民, 对今年8月27日9点45分在千岛群岛支列的伊图卢浦群岛飞行的 美国B-29飞机的飞行情况, 边防部队分队的勤务人员没有进行记录, 也没有向苏联外交部进行通报, 也是在这一天里,自8点23分到8点45分, 边防哨所的勤务人员在有限的能见度条件下, 根据马达的喧嚣升级录了不明飞机在阿努钦、 尤里、泽里内伊、波隆斯基和西科唐群岛的飞行情况, 并以1950年8月29日DC4437号信件方式 向苏联外交部进行了通报, 对于美国空军上述一系列挑衅性行为, 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9月4日, 一架从旅顺基地起飞进行训练飞行的苏联轰炸机 遇到11架美国战斗机的围攻, 为装载炸弹或鱼雷, 并被击落, 苏联政府才提出抗议, 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其理由是击落轰炸机的飞机受命于联合国, 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苏联的抗议。 为了谨慎起见, 在外交部准备进一步的抗议召回前, 联共部中央要求边防军 对于苏联国家安全部和海军总参谋部 提供的通报再次进行核实, 以说明侵入领空的事件是否属实 以及上述通报的准确程度 于是就有了上述斯塔哈诺夫中将的报告。 不过, 得到10月4日这份正式报告后, 苏联外交部并没有提出新的抗议。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刻, 美国军队即将越过三八线, 而斯大林正在催促中国尽快派军队入朝作战。 显然, 莫斯科不愿在此时加剧美苏之间的冲突。 然而, 尽管苏联一再忍让退缩, 美国军队还是在10月7日开入了北朝鲜。 更有甚者, 10月8日下午4时, 两架美国AV-80战斗机 进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做低空飞行, 并对苏哈亚河地区 距边近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 对此, 苏联的反应仍然极其平静, 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 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 直到10月9日22时45分, 格罗米科才打电话给美国大使, 要求两个小时后与他会面, 向他递交召会。 柯克声称自己患了感冒正在卧床休息。 格罗米科只得同意在23点30分 接见公事前参赞巴尔布尔。 在与巴尔布尔会面时, 格罗米科宣读了抗议召会。 但巴尔布尔声明说, 他不能接受这份召书, 苏联必须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在朝鲜地区只有联合国的武装力量在行动。 尽管格罗米科强调, 对苏联机场进行的挑唆性扫射的是美国空军的飞机, 美国人仍然坚持拒绝接受召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苏联外交部只好把召会寄到美国大使馆。 然而,10月10日美国使馆通过外交邮件退回了这份诏书, 没有任何富含或文字说明。 在归档的诏书封页上只有苏联人的标注,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50年10月10日11点30分通过外交邮件退回。 其实,被美国退回的这份召会用语既简单又温和, 只是表明了苏联政府这样一个立场, 要求严厉惩罚袭击苏联飞机场的罪魁和期待美国政府做出保证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杜绝今后发生类似的挑唆行动。 美国空军采取的显然具有挑衅性的行动。 做低空飞行的美国飞行员不可能看不到苏联机场的标志, 很可能是在试探苏联的态度。 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以后, 如果莫斯科想采取强硬立场, 本来可以利用这次飞机扫射事件警告美国, 甚至以此作为苏联对朝鲜战争进行军事干预的有利借口。 但莫斯科表现出如此软弱的立场和谨慎的态度, 充分表明斯大林宁可忍辱负重, 也不愿在这个危机关头与美国兵容相见。 即使在10月19日美国承认对苏联飞机场的射击, 是美军空中领航错误和计算不佳的结果。 有通报说这架飞机的领航员已经被撤职, 同时采取了相应措施, 被两名过失飞行员进行了纪律处分。 美国政府还表示准备提供资金用于补偿给苏联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失时, 莫斯科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尽管空中射击给苏联造成了很大损失。 由此可以推断, 在美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时, 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 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予协助, 以便稳定朝鲜占据。 但是, 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 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又显得犹豫不决时, 斯大林失去了信心。 在这种完全没有制胜把握的时候, 至少应该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 在这样的形势下, 周恩来来到苏联, 要求其明确表态对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支援, 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 当十三日毛泽东再次通报中国陆军可以先行出动, 但要苏联保证两个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时, 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示, 即使将来苏联空军出动, 也不会进入朝鲜上空作战。 这就是说, 中国军队必须孤军奋斗。 事实上, 直到十一月初, 中国志愿军向联合国军发起第一次进攻并取得出战胜利时, 苏联空军才出现在鸭绿江上空。 至此,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全过程应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 当然, 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 还有一些未解之谜或不明之处, 例如细菌战, 战俘遣返问题等。 但随着相关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披露, 整个发展过程和大部分历史细节已经被研究者掌握, 可以断定。 最终水落石出的日子应该不远了。